菲律賓隊方失誤 對 這是日本隊在這場比賽非常擅長的 就利用大量的壓迫防守 以及縮小的鞋防 麥卡洛給到左邊的隊友 Heading投進了三根球 日本隊這一組陣容 平均年齡20.1歲 非常年輕 身高也是有大概 平均身高190公分 外線發球 進 這邊 日本隊拿到球 Lawrence傳出來 黑川倒傳到外圍 外線再來一顆 武藤駿太郎投進了三分球 日本隊兩顆三分球很快追上來 是 麥卡洛 殺進去人群當中 給到啾 兩分擺進 這條防守繞出來 給到外圍 和喬登 外線 來了 日本隊的球 被操走 Ravena抄擊 Ravena給球的時候被點掉 以望 拿到球 勾射去 他命中率比較低的狀態下 又沒有二波籃板 所以打得比較辛苦 打不太進去 這球切到籃下 有了 富林優籃板轉換過來 左藤良辰替補上陣 外線出手 漂亮 左藤人界 所以看到他們很常切入後的時候 分到底線都會有射手在那邊做埋伏 他們今天外線還算蠻準的 對 麥卡洛又是進攻籃框 一個防守 他的身材也是非常的厚實 有球被撈走了 左藤良辰 給他旁邊 慕林優 晃過對手 三打一的機會 需要大量的跑動的日本來說 是相當得力的 被運用速度的優勢 麥卡洛 殺進去 後仰出手 依然拿分 菲律賓隊領先 走 左伯仁界 橫一撲之後外線 再來一個三分 漂亮啦 追球 回到菲律賓的球權 讓內線的麥卡洛 往裡面扛了 殺進去 哇 身體足質 比對方好太多了 偷偷 從左邊發動 轉出來 快線 填掉 哇 左伯仁界 這一球 最後是把他拋進去了 第43屆 威廉瓊斯 被男子組的對抗 日本跟菲律賓的比賽 現在進入到第二節 Sato 找機會了 進攻時間快到了 再勾出來 拆炸彈 勉強的出手 美景 Pyonson 回給Aparrientos 勾到裡面 哇 阿雷霧 而且他非常感染這樣的球 Takae 回出來 相信現場的菲律賓球員 也是看得很開心 是 左伯仁界 這個地板球 再還出來 長谷川外線 進 打出名堂 對 所以來參加熊師杯的球員 不管各隊 很多都是在 沒幫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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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yonson 給球 找到Faner 再往裡面殺 上籃得手 所以可能 目前菲律賓也還沒完全用力 是 NOT 殺進去 上籃得手 進算 把重點放在 最後一天的 中華籃 小球 想成一團 最後球還是回到了菲律賓手上 把雲頭殺進去 小球 再回出來 Faner外線 殺昏 黑川 到另一側 結果被麥卡洛封下來 轉換過來 NOT 哇 小澤 沒有投進 進攻籃板 又是日本隊拿到 小澤再來一次 進 14分差的比賽 把雲頭刺加速 哇 給到右側的隊友 Tionso 進算 日本這邊一定要加強他們的防守 現在讓菲律賓都啟動得太輕鬆了 哇 麥卡洛直接抄結 漂亮跟Ravena 雙人配合空中接力 太精彩了 今天菲律賓隊第二個空中接力 回出來 左騰 左騰中距離的跳投進 上半場都還沒結束 日本隊要追分是有機會 50比30 46分差 Gunshu給到裡面麥卡洛 給到左側再回 霧靈優 撒到籃框底下 拋頭 得手 霧靈優 外線出手沒有 何喬登籃板 直接 貼到前面 Gunshu 勾給了麥卡洛 雙手扣籃得分 這個麥卡洛籃板抓得非常扎實 想要給一個leading pass 但被抄走了 Lawrence拿到球 轉換過來給到右邊 黑川 外線發射 Gunshu 3分球 給到一道防守 麥卡洛 何喬登 這個第一位的檔 好球喔 黑川給到慕靈優 Lawrence 再退出來 運球之後 外線直接拔起來 出手得分 日本隊現在追上來了 14分差 Lawrence好不容易投進 第一個feel goal 然後Ravena 切入上籃得手 58比42 菲律賓隊16分領先 應該是讓很多 在場的菲律賓球迷感到開心 麥卡洛 上籃得手 跟Vaner的一個配合 麥卡洛的下滑 其實是非常難解的 轉換過來 Lawrence打得非常的積極 是 麥卡洛剛剛想跟裁判要犯規 想想看沒有理會他 哇 漂亮啊 Sato佐藤的一個漂亮 切入上籃得手 何喬登 要調給麥卡洛 接到了 斷道球的傳導的方向 但是活生生的被麥卡洛給發抖 62比46 Sakai 精算N1 Manner 中路突破 後仰跳投沒進 麥卡洛進攻籃板 打得強勢出手沒進 哇 籃下很緊 他硬打進去 競算N1 倒回來 退回一個區域的聯防 麥卡洛在中距離跳投得手 他把離間投 哇 運到自己腳上 彈開了 發安師 轉換過來 佐伯給到Sato 再給到佐伯 上籃得分 日本要 把握抓到防守籃板的轉換的機會 去做快速的出手 好球 像這一球就是他們最擅長的 麥卡洛 殺進去 左手的拋投得分 確實就要星期五 在新莊體育館進行的 威廉琼斯杯 日本跟菲律賓的比賽 第四節開始 菲律賓的球選 Banner 中距離跳投 日本隊的二波 菲律賓現在 麥卡洛下場休息 他們的身高 現在平均值比較下降 相當積極 佐伯在今天的比賽 都非常積極 對球去做增強 打法很有拼勁 高人殺進去 上籃得手 確實喔 滿傷的 對最分的球隊來講 沒有把握這些 最近的機會 趕快過來 阿巴黎人頭是靠頭得的 菲律賓現在還是擺上雙控 有小燈 給到外圍的 羅伯娜 無盡了 是 菲律賓在這幾波攻擊 換上了幾名 比較有經驗的球員 好球喔 羅伯娜給到後面的 Lewan 下一場比賽是 烏克蘭對馬來西亞 第三點鐘開打 死壓 持續鎖定 回來電視網站 拉倫傳出來 小澤的外線 進 長谷川筆圓 給到 鎖成兩成 小澤外線 進 哇 相當可惜 沒有辦法連續三顆喔 馬達利利 轉換過來快速的代球 喔 高難度的出手得分 吃掉Lawrence Lawrence 拿到籃半球 阿倫的基本動作真的 非常的好 扎實喔 88比71 菲律賓對17分領先 馬達利利 繞到籃下 香素 期待時間剩下大約100米 走成兩成 給到中間的小澤外線 第四個了 小澤飛優 日本隊的手 Sakai 給到佐藤兩成 再交 小澤飛優 哇 再來一顆第五顆 3分球了 我的天啊 比賽時間最後23秒 對最後應該也不攻擊了 菲律賓隊可以搶下他們 在這一屆瓊自飛的一個六連勝 表現是非常的精采啊 這場比賽也是 對 麥卡洛在前三節 26分先讓球隊有一個優勢 那第四節靠著年輕的替補 來收尾 順利的讓菲律賓拿下了 這場比賽的勝利 92比79 菲律賓隊獲勝 目前六勝另敗的戰績 仍然保持著不敗之勝 那在日本隊的部分呢 目前的戰績是三勝三敗 而是任何人都可以搶直到 對面的戰績 那麽 一敗 那麽 你要去搶直走